我想先問一下 因為今天這個大家一開盤 又覺得整個市場氣氛又開始關旺 開始有點壓力了 目前你看到在台股反彈了1000點之後 你現在是看多還是看空 我簡單先大猜問好不好 看多幫我按圈 看空幫我按插 目前的氣氛 兩個人保守 只有卓老師看多 我看多 我是總理 段老師你先講 我認為目前台股是這樣子 台股是經濟學上面的幕後一隻黑手已經進來了 對 所以這個不確定因素實在是太高了 如果全球的因素都是經濟景氣不好的話 那台股如果莊佳在互盤 那我們實在是非常難估說 到底會15000 其實這個15000很多人都會 聽到15000的話神經就斷了線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點數不是非常重要 重要的是經濟景氣 是不是還會再繼續往下走 OK好 所以你覺得 現在重點是景氣會往下走 你覺得會嗎 會 OK好 這個卓老師 我們常講 這個股市是在 叫做絕望中誕生 股市的行情 半信半疑中成長 滿懷期望中墜落 所以我現在認為 第一個台股很有可能 在半信半疑中成長 但是第二個 最重要的關鍵因素 也是要讓大家知道 純粹只能預測 而不能鐵口直斷 股市沒有什麼不可能發生的 這個是我覺得難度頗高 第三個台股的本益比 現在差不多在10倍上下 說實在的也沒好什麼 也沒什麼好怕的 對真的 那這是整個歷年來的 相對低點 所以基本上 我就比較相對的樂觀 大概是基於這三個因素 那對不對 我剛才講過 只能預判 不能鐵口直斷 因為股市沒有什麼不可能發生 股市是事實難料 但是你現在半信半疑中成長 你覺得現在這個 有一點這樣的味道 但它不會是奇怪的 應該是因為很多問題還沒解決 但是這些問題運氣好 搞不好一個一個會被解決 所以你總是要有一個預判 所以我還是比較樂觀一點 反而這個缺老師 現在相對比較樂觀 陳彥 你也是 你在擔心什麼 我沒有擔心什麼 你看我的眼神很擔心嗎 沒有 我的邏輯是這樣 就是說 基本上我覺得還有很多產業的問題 還沒有完全解決 但是如果從GDP跟股價 連動的一個角度來看 我認為整體GDP的一個狀況 大概會在 第四季落底板 那所以股市在第三季 第四季落底的可能性很高 那只是說以目前來講 因為現在短多你就落底 就再回升 我覺得說現在你要一路往上攻 很困難 所以我不可能舉多嘛 但是你叫我舉空 一直是會跌 那我們就不要買 我也不是這個邏輯 我認為壓回我會想要買一件 當然我要選產業 這裡面有個重點 我帶大家很快的看一下 就是說就從版面來講 為什麼它沒有辦法很快的往上攻 因為這次國安基金進來互盤以後 外資根本沒有跟進 那這個其實還是推升 大盤全資股也很重要的力道 沒有 那投信買這麼多 我覺得也不見得是好消息 因為它買的都是比較偏防守型的股票 但現階段來講 融資市場的氛圍也還沒有 願意進來投機 但你說要軋空也還軋不上去 就是因為空單60萬 所以基本上來講 我覺得要有一個大多頭的行情 上去不容易 因為畢竟你季線年限的反壓還在這 所以你要我舉多 坦白講我也不能硬著頭皮舉 但是你說不好嗎 其實現在我認為產業的負面的消息 慢慢在第三季應該都會淡化 所以逢回可以買 所以我舉中間的原因是這樣 所以覺得現在其實開始 有一些好的價格其實出來了 有一些好的股票 可以開始好好認真找股票了 那你覺得美國的底部也打出來了嗎 其實美國的底部很有趣 因為我其實一直在看這個 包括通膨的一個問題 還有包括升息的一個問題 那基本上我認為第三季 整個第四季通膨的狀況 應該會比較有效的解決 那GDP的部分大概在明年第一季會落底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第三 我原本就認為第三季 美股應該會打出一個底部 那最近來看也確實 很多的利空消息 你看那個超級財報之後 很多利空出來 個股雖然在跌 可是整體股市的狀態還不錯 不論是納斯達克還是這個稻窮 其實都打出一個小底部 當然不可能說一下子就V轉 你生病生了那麼久 然後一下床 他說我去跑馬拉松 那跑到一半就掛了 這不可能嘛 也不可能就來你下床 來你馬上給我跑100公尺 看能不能跑進10秒內 這個不合理 我們就開始慢慢走 我覺得會是一個有效的狀態 所以只要9月份升息 即便兩馬我都覺得無所謂 那如果升一馬那不得了 那很好的一個狀態 我覺得是有機會可以慢慢走 我還是強調 張學友的歌 慢慢看到底部 沒有看到底部了 因為我們台股跟美股 還是這個蠻有聯動性的 那現在看到這個最新包二也說 接下來可能會升息的速度 會放緩一點點 因為經濟衰退壓力還在 跟通膜之間總是有一些平衡 然後我們現場 段老師跟卓老師對於 美股也非常的熟悉 我不知道現在 接下來對於美股的看法 是不是已經OK了 因為段老師之前也蠻緊張的 你是比較謹慎 戒慎恐懼型的 美股安了嗎 我覺得我們從全球股市來比一下 其實這一行資料的話是PE ratio 很多人都覺得說PE ratio 10倍可以買 好不對 問題是對這個市場 它的PE ratio評價是應該要多少 我們用歷史來看 那PE ratio多少越低越好 還是越高越好 也不見得是這樣子 是一個絕對值的觀念 那我們看PE ratio就好了 難道4.4倍我們就要買嗎 那俄羅斯的股票 其實是大家要勇敢進場去買 所以PE ratio不見得說 看低的就好 看高的就不好 其實這個還牽扯到 景氣循環股的問題 那我們來看一下 比方說我們用PE ratio看台股就好 10.5倍 歷史以來是它的分位數是位在0% 很低沒錯 大家可以勇於進場 但是問題是PE ratio 它是在歷史10年資料以來 是站在高位 是80%的位數太高了 當然有人會覺得說 PE ratio沒用 問題在於說 現在大盤不確定性因素太高 有這些數值可以參考的話 難道你要去找一家 找一個市場說 這個都在0%的嗎 那但是我們的國家 我們台灣的是 PE ratio跟PE ratio 有兩者的差距是非常大 這是大家謹慎的地方 其實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台灣的這個PE ratio 也可以看一下 多空的拉鋸戰 那這個PE ratio的話 其實這個是未平張的比率 在下面就是空方的越多 越上面的就是多方的越多 目前空方的占據多數 大家覺得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美國的情況 美股獲利情況跟製造業的景氣 所以非常低落 黃色的指標的話是PMI 也就是採購經營人指數的話 它是領先3G 它這是領先3G的 PE ratio是真實 就是目前的情況 當然它有落後的情況 那我們看到藍色的跟黃色的 基本上是一步一驅 所以從這個指標來看的話 PE ratio還會再進一步往下 如果採購經營人指數 如果再往下的話 基本上這個獲利跟估值 在美股的部分可會變成雙殺 所以雙殺的話 大家再看一下這個通膨數據 美國最近都拿通膨數據 來恐嚇大家 好 這邊通膨數據一堆 我們只要觀察兩個指標 第一個是PPI 第二個是CPI 也就是這兩個的距離 這兩個距離PPI在上面 PPI在上面 CPI在下面 告訴我們什麼一件事情 公司很難賺錢 公司獲利可能 成本這麼高 對 成本太高了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PPI生產者物價程度 大於消費者CPI 所以因此公司的獲利 一定會進一步再壓縮 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不大喜歡拿這個恐慌指數 來嚇大家 雖然恐慌指數跟指數是乘反比 我們看一下 今年統計到6月截止 它是歷年來VIX是第五高的 包括2008年的次貸風暴 還有2000年的.com 大家恐慌還是存在的 再來我們看一下情緒指數 這個情緒指數它目前低落 如果30%以下的話 這個美股基本上情緒是非常低落 什麼意思 沒有人想要去買股票了 所以台股空的比較多 這個美股這個大家還是很緊張 然後剛剛看到錯率也不好 所以段老師你的結論是美股現在 經濟景氣我想在明年 第一季雖然會落底 但是是不是會是真的一個底 這個還是不確定情緒指數 IMF已經進一步再下修 也就是說它站在1月份 在估這個年底的 現在一直修一直修 而且是越往下修 不見得說明年1月份 它會不會再往下修 這個非常有可能 OK 所以你說現在暫時股價好像有 有點底部的味道 但是經濟衰退 有可能繼續往下 所以這個底部就會 可能打不成 你比較擔心 邱老師你怎麼看 華爾街有一句話叫做 悲觀者正確 樂觀者獲利 悲觀者正確 樂觀者獲利 樂觀者獲利 我比較關心的是我能不能獲利 所以我向來都比較樂觀 所以在抓台積電的時候 也是一樣的 同樣的道理 到目前看起來 我們這種死纏爛打工 還發揮功效 那我基本看我沒有那麼悲觀 原因你去看一下 對美股你也沒那麼悲觀 沒有沒有那麼悲觀 第一個 基本上 包括我就講了 剛剛升了73馬 看起來美國的經濟狀況 好像還沒那麼壞 而且我是這樣子想 我就認定它衰退了 也不要去猜它會不會進入衰退 就把它當作會衰退好了 因為現在對中央央行要處理的問題 先解決通膨 通膨這問題被壓制住 搞不好後面的狀況 會超乎大家的想像 我做一個比喻 就有點是三壘有人 然後一壘現在在壘包上 這個本壘板的打擊區有人 這一棒揮出去 各位你應該先殺哪一邊 一定是先殺三壘奔向本壘的 因為它急又重要 後面這個就讓它上去 就讓它上上一壘 一壘它要跨到二壘 二壘要跨到三壘 以現在來講 通膨這問題 在央行來講 優先重於所謂的經濟衰退 坦白講我就認為它是經濟衰退 給它打下去都沒有關係 所以現在你可以看 兩次75三碼之後 那天三碼的時候 美股大概飆升了 納斯達克飆升了快4% 它就釋放出一個訊息 我們要看到你 封殺三壘往本壘跑的通膨 我們暫時不在乎 所謂的經濟衰退 事實上經濟衰退相對好處理 所以我認為看 你看蘋果的股價 基本上就沒有跌幅太多 蘋果的股價沒有跌幅太多 台積電 那未來的供應量 你也不必太擔心 所以我還是那句話 這個 確實經濟的數據裡頭 這麼多啊 我也不知道怎麼 要告訴各位一定是正確 那你說我一定判斷正確嗎 我剛才說過了 我寧可不正確 但是我要獲利 就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我還是持續參與 所以齊徐老師意思說 現在還是很有機會 繼續來獲利的